Seven新品 我這個很搶手 你是見過極光的奶油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黃松莉 我是薇薇 歡迎來到黃松莉開箱頻道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Seven新品 要這樣講有點牽強 又有點連著上關係 總而言之就是Seven跟聖納 他們聯合推出了一間店 叫松德門市 那間店就是一個複合式的概念 又是便利商店又跟聖納這間烘焙房有合作 總而言之他們會出了兩項品項 一個是 只有在松德門市可以買到的 德式布丁咖啡拿鐵 以及在全台所有的聖納門市 都可以買得到的 聖納與Seven聯名的 黑糖珍珠馬鼠蛋塔 這個東西有點複雜的原因是說 聖納這間麵包店 烘焙房大家買它就知道了嘛 這兩個算是一個分開的品項 蛋塔 它就是在我們Seven可以買到 黑糖珍珠壯奶的那個珍珠 他們聯名推出了一些品項 它不只可以在松德門市買到 也可以在全台的聖納麵包店 買到黑糖珍珠馬鼠蛋塔 然後呢 這一個德式布丁的話 則是在松德門市才能買到的一個品項 然後這一個品項 它融合的是City咖啡的萃取液 這是咖啡的萃取液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是吃吃看 因為目前除了蛋塔 大家可以在聖納德門市買到之外 這一個就感覺限電而已 它就不是一個廣泛銷售的品項這樣子 我自己覺得有點小可惜 想說 哇 可以在Seven買到蛋塔嗎 那好像蠻猛的 OK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第一項 第一個是我們的德式布丁咖啡拿鐵 這個的話它是說 它用到City咖啡的咖啡萃取原液 以及芬蘭的極光奶油 極光奶油是一個品牌棒 因為聽起來太厲害了吧 極光奶油欸 然後就是一個德式布丁的樣子 這一款的售價是60元一個 蠻貴的 喔 它的外皮蠻軟的 我好像比較少吃這類的甜點 直接咬一口囉 極光奶油是真的在極光的那個關鍵裡面 真的假的 在我咬下去之前突然被科普了一下 原來極光奶油真的是在北歐的芬蘭 在極光的環境下出產的奶油 天啊 你是見過極光的奶油欸 我都還沒有見過欸 來吧 還不錯欸 它外面的這一層 應該要叫它塔皮嗎 應該是蛋塔的塔皮 很鬆軟 硬咬下去 就會直接碎開 它不是硬的那種塔皮 然後中間的那個咖啡拿鐵的布丁 我覺得做的蠻好的 是它的咖啡有咖啡香的那個苦味 因為它算是乙還是以甜點 所以你吃起來還是甜的 可是它還帶一點點咖啡的苦味 跟那個烘焙感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你吃下去之後真的有咖啡香氣之外 最後留在你口中的是奶油香欸 這奶油好像蠻厲害的欸 然後裡面的餡料很濕潤 就有點像是要布丁不布丁 但是要慕死又不慕死 也要布雷又不布雷的狀態 那你到底是什麼 它算是一個蠻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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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剛剛我們就是聽到了 這個店的店員跟我們說 這個很搶手 實際上 因為我比較少吃這類的甜點 我不曉得它的稀有程度 或是它的高級程度 或是它的搶手程度多少 各位觀眾可以留言 你們愛吃這種德式布丁嗎 但怎麼能知道那個店員說 這個很搶手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大家 可能要每天他們補貨的時候 手刀去買一下這樣子 但我覺得我個人蠻喜歡這一款的 蠻好吃的 下一個是黑糖珍珠馬蜀蛋塔 這個很香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說 如果身旁沒有手搖電的話 Seven的黑糖珍珠撞來的珍珠 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它那個黑糖香蠻重的 然後現在聞起來的話 我記得肯德基也有推出過 黑糖珍珠口味 這個蠻令人期待的 然後它的售價一顆 40元 其實跟肯德基快要差不多價格了 我們就來試試看 有沒有這麼厲害 沒那麼好脫膜 它蠻黏在那個鋁箔上面 你看 唉唷 我怪會被人玩死 我沒有 但它真的黏得很死耶 我拿不起來耶 有了有了有了 完了完了 它把那個塔皮 塔皮都黏在那個邊緣 哇 黏整個黏住 好啦 剛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它中間有看得到一個 應該是黑糖麻糬的部分 來囉 我覺得可圈可點 先講優點的部分好了 它外面的那個蛋塔皮啊 雖然超級黏在那個邊嘛 但是呢 它非常的酥脆 剛剛你們在聽到 我在咬那個旁邊的餅皮的時候 是發出 的那種聲音 然後狂會掉屑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鬆脆的 以及呢 它那個黑糖麻糬 給的蠻大一塊的 基本上它蛋塔葉啊 公分數 可能不到兩公分厚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期待吃到 很濃郁的蛋塔內餡的話 可能會覺得說 喔 怎麼都是麻糬 對 它麻糬真的給很大一塊 然後上面的那個黑糖珍珠 我覺得就是偏點最用 整體的黑糖香還不錯 我自己覺得 口感上 麻糬的存在感過於強大 讓我有點不知道 我自己在吃的是 蛋塔還是 麻糬 我自己的印象當中 肯德基好像 那時候出的更好吃一些 好像蠻多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自己回來的話 加熱一下 會再更好吃一些 OK 來做一個總結 好的 那麼這次他們推出的 聯名品項的話 我覺得承認我就是 與衝動性購物的那種人 我那時候看到說 便利商店出蛋塔 我就想說 喔 我一定要吃 感覺上就是會夯 會紅 可是之後會覺得說 對我而言 有點像是把聖納的產品 原先就有的東西 融合一點點Seven的元素 然後就跟Seven聯名 然後就販售這樣子 我覺得要彰顯他的便利店 可以販售這件事情的特點 少了一些 就還是會覺得說 畢竟他就是很聖納的產品 這樣子 我會覺得跟Seven的觀點性 有點擦邊球 但是吃起來我覺得品質上 都還是算高的啦 不曉得 各位觀眾 你們會不會想要買這兩項品商 來吃吃看呢 也可以留言給我分享你的心得 我個人的話 就是一般般 謝謝大家 那我們的開放小朋友 記得訂閱 分享還有開啟鈴鐺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們我是兄弟 我是薇薇 歡迎讓我喜歡看頻道 今天我們有介紹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兄弟 我是薇薇 歡迎讓我喜歡看頻道 今天